嗨大家好,欢迎回到阿龙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安卓上的分发包格式 有两种 一种是.apk的格式 一种是.aab的格式 这里所说的分发包格式 并不是它的安装包格式 虽然apk文件它是分发和安装都是可以的 首先我们来说.apk的格式 它是在谷歌从2008年9月份发布 安卓1.0开始 一直沿用到2018年 整整十年间都在用的一种分发包格式 .apk的文件它包含了一个安卓应用 在所有安卓设备上运行的所有内容 这个所有指的是所有的CPU型号的安卓设备 和所有屏幕分辨率的安卓设备 首先我们安卓设备的CPU 主要在用的有两类 一个是奥尔姆V7的架构 一个是奥尔姆V8的架构 分别对应的呢是32尾和64尾的设计架构 然后呢之前还有比较原始的MIPS这种已经过时的这种CPU的架构 其次呢就是虚拟机上运行的这种X86的这种架构 因为X86嘛它的兼容性比较好 所以说是安卓的虚拟机比如说在Windows上 然后在这个英特尔CPU的Mac上这个运行都比较良好 但是在ARM上呢就有一点点的不友好 因为ARM架构嘛它主要是使用于移动端 它的功耗比X86的功耗更低 相对的X86呢 CPU呢一般的性能也更强 当然这只是大众的认知啊 牛逼的就是苹果它在笔记本上用的这个M系列芯片 它就是基于ARM架构的 但是它的性能呢也非常的强悍 在某些方面比如说视频剪辑方面很强 但是它呢丧失了X86的兼容性 因此呢好多软件呢现在 它在X86上运行是很好 但是在ARM架构的Mac笔记本上呢还是不太友好的 等于说呢苹果把一些小众的这个需求呢直接给砍掉了 它主要针对的呢就是特定灵异的一些功能了 好的扯的有点远了 我们来说回我们的APK文件 因为APK在打包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完全体 当然了它也没有办法 它只能打包成完全体 因为它不知道它即将被安装在什么样的设备上 毕竟安卓设备呢 它这个厂商比较多 然后硬件的规格呢也都不一样 屏幕的风便率也不一样 所以说为了达到这个应用呢 在每一台安卓设备上呢都能够运行良好 开发的呢就只能把所有的内容都打包进去 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说 我有一台高风便率的手机 在满足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呢我只需要取一些我需要的文件 其他的分辨率呢这些静态图片啊比如说一些图标啊那我是不需要的 虽然我不需要但是这个东西呢是确确实实打包到这个APK文件里边的 我不用的东西呢它也打进去了 相对的我一台低风便率的安卓手机一台老手机 它里边呢仍然包含高风便率 他们才要用到的一些静态文件呀 一些图标啊 甚至还有一些SO文件呀 SO呢是安卓平台呢用来调用C++一些酷的一些操作 因为有些东西呢还是要用到C++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图片渲染 在安卓APP里边视频的剪辑呀图片的渲染呀 还有一些这种高运算的这种方式呢都是通过调用C++来操作的 因为安卓它本身呢 本管是Java也好是Kotlin也好这两种语言呢 它都是GVM语言就是 呃它的这个跨平台性比较好 但是呢它是运行在虚拟机之上的 性能呢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它跨平台嘛 我要了这个便携性要了跨平台 那我这个性能上肯定是没有C++ 啊它是专门来处理这些重复的高运算的这种场景 包括像Python上它有一些调用人工智能训练一些图形这类东西呢 其实它底层呢也是走的C++ Python呢它只是一个应用层的语言说白了它的性能呢很一般 呃说回我们的SO文件这些SO文件呢 比如说我是ARM V7架构的一台手机 呃32位的我这台手机比较旧 但是这个ARM V8的这个SO文件呢它同样会打包到这个APK里边 说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它我根本就用不到 但是呢我还是要从网上来下载这个APK文件 它里边的这些SO文件虽然用不到但是必须要下这个呢 就是.APK文件它的一个弊端 你说这样好不好呢 你说不好吧它也用了10年 你说好吧 它确实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 因为我们下载一个APK文件呢现在少则几十兆大的可能要100多兆 当然现在的流量呢相对来说并没有之前那么贵的 但是呢浪费呢终归不是好事 所以说谷歌呢在2018年的时候 他们发布了一种新的安卓这个安装包的分发格式 这里说的分发格式呢是开发者要上传到应用市场的这种格式 当然了前面我们说到的.APK呢它是既是分发格式又是安装包格式 其实安卓上的安装包格式呢只有一种也就是.APK的文件 这个安装包格式直到现在呢也只有它一种 虽然现在开发者可以上传AAB的这个分发格式到商店里边 但是呢我们最终下载的时候是商店通过我们上传的 AAB的文件又从里边构建了一个V型的APK文件 不能说是V型吧是一个精简版的APK文件 AAB呢在开发者上传的时候它也是要上传所有内容的 上传的文件也很多但是呢这个AAB的文件呢它会由应用市场 来构建一个APK的文件出来最终呢在我们用户下载的时候 只把我们当前设备所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屏幕的分辨率 所需要的一些静态图片和一些静态图标 还有我们当前CPU它所需要的这个SO文件 只会把对应的文件呢打包到这个.APK文件里边 最终呢让用户来下载下来 这样呢就没有了之前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浪费 除了一些通用的代码呢剩下的就是这些资源文件 用什么打什么进去 所以说呢可能同样的一个APP 我们从官网下载这个APK的文件呢比如说是10兆 但是从谷歌商店下载呢可能就只有8兆 因为它做了精简嘛具体它可以精简多少呢 这个跟每个软件呢都不一样 可能有的有20%有的有30%甚至更多 但是呢它会精简这是一定的 然后现在呢很多安卓厂商呢它也在加入这种 新的AAB格式的安装包 虽然呢就是一些厂商吧在这件事情上呢并不积极啊 他们呢并不像五个那样 因为这个技术呢也是开源的 而且是向下兼容的 等于说如果厂商有心呢他们是可以把这个优化加入到自己的应用市场里边的 但是现在呢很多厂商在这方面呢并不积极 因为可能有几个原因吧 一个是现在的手机配置都比较高啊 比如说现在起步都是12G的运行内存啊 甚至还有1T的这种机身存储 感觉配置相当给力啊 还有这种16G的运行内存 我打代码的破电脑也才16G的运行内存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认为这些厂商他还会站在用户的角度考虑 想要为用户节约一点内存啊 为他们节约一点储存空间啊 节约一点流量啊 有没有可能呢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留下你的观点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视频对你有用呢麻烦按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这个频道吧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